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事房利在副总领事张美芳的陪同下 15号到多伦多警察总部拜访多伦多警察总长贝里尔 据房利透露 在这次会面中 有讨论约克大学中国女学生柳钱被谋杀的案件和其他案件 房利对记者表示 一个新领事每到一处地方与新 一定要拜访两个地方 一是当地的媒体 另一个是警察局长 因为有这两个组织的支持 使馆工作一定会顺利 他又称 这次拜会多伦多警察总场贝里尔是有三个目的 一是感谢贝里尔及其他同事多年对华人社区的关照 二是感谢多伦多警队对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的长期保护 自从1985年中加建交以来 总领馆一直跟多伦多警队合作良好 三是他想跟贝里尔结交成朋友 因为他作为总领事 一定要与警察保持友好及密切的关系 多伦多警察总长贝里尔首先感谢房利 在百忙中抽空来拜访他 多伦多警队与多市及大多地区华裔社区 保持良好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同时他们也十分高兴 与中国总领馆有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 贝里尔称他曾多次到中国访问 这是他的职务需要 他将于今年6月初到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公干 届时会顺道到香港 与香港警务处长曾伟雄会面 商讨加港警务合作事宜 商讨加港警务处长 今天很高兴中国驻多伦多的总领事馆 新总领事房利总领事 带来我们副总领事张美芳 其他办公室主任黄健 其他工作人员来自拜会我们多伦多警察局 与我们警务处长Chief William Beer会谈 大家见一面 更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 对我们桥界社区 华人社区继续作出更多的贡献 让大家更加希望享受安居乐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园窑节的时候呢 因为有这两个我认为我们总领馆的工作呢 就一定会顺利的 所以今天呢 我和我们管的张美方副总领事 还有我的其他的同事呢 一起到多伦多警察局来拜访这个Chief Blair先生和他的朋友们 包括这个Mrs. Greenwood等位这个高级的警官 我访问的目的呢 一个就是要感谢这个布莱尔先生和他的同事 经常呢 就是长期的多年的对我们华人社区的关照 这是第一个 因为呢 为什么呢 说他对华人社区关照呢 因为多伦多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华人居住的一个城市 就是有将近有大概有70万人 65万到70万人的这样华人的一个居住的一个人数 所以对华人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我来的目的是要感谢他长期 这个警察局对我们总领馆的各方面的关照和保护 自从1985年我们监管以来呢 我们一直跟警察局的合作非常的好 这是第三点 第二点 第三点我的访问呢 就是想跟布莱尔先生的结为朋友 因为我是作为一个新任总领事 必须要和警察局保持这种友好密切的关系 这是我今天的访问的三个目的 我一会儿还要和我们布莱尔先生具体的谈一谈 有关的留钱的案子啊 等等一些的案子 我希望大家也关注我们总领馆和警察局的今后的互动 谢谢各位 谢谢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